是外观上有点颠覆的设计对不对 有没有人看新闻有没有了解到 有林肯们大肉的包子 Of course 林肯的话 我们最新到店一个长轴剧 长轴剧总统版本的领航员 Navigate 如果你是想要轿车的话 林肯的Z司令 或者是其他的航海家什么的 你也可以点评 留下小分车 留下十一位数字给我 后台告诉我你想要的车型 大概的预算 偏好的品牌 其一的消息都可以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跟我说 点击屏幕下角的小分车 最重要的一步不要忘记了 是留下你的139159的 十一位联系数字给我 想看的车款 点击屏幕下角直接来私信一下我 这个镜头可以稍微往上一咪咪吗 往上一咪 Hello 镜头稍微往上一咪咪啊 不是 这个角度 当当当 中的大手 这样看起来美多了 这样看起来我生了我的车 也反证了许多了 有没有人从他的前脸就可以分辨出来 他是哪一块 有吗 有没有真正的安胖的一个用处 有没有BMW的资讯玩家 能够从前脸就分辨出 它是哪一款车型呢 宝马不是豪华品牌 刚刚谁说宝马不是豪华品牌 你这样出来 是谁说的 今天这套好办 谢谢 今天他们主要走的就是一个 all face lady 一个非常知性的风格 如果喜欢的话 公平常可以520支持一波 如果想要解锁一下经典皮肤的话 不要问经典皮肤是什么 您只管点赞就可以了 双击啊 手指放在屏幕上 哪里好看 点哪里 喜欢哪里 点哪里 点到5万赞 那么解锁一下经典皮肤给大家看 好不好 左下角 左下角可以一起来研究一下 有人觉得这是M4 还有人觉得这是M3 你们来投个票呗 咱们猜一看我身后这款是M级好不好 如果觉得它是更为经典一些的M3的话 你把小三打在公平上 小小的它是轿跑流线型 更美 更优雅一些的M4的话 可以把小小的4打在公平上 其实从前脸这个位置很难区分的 只有眼尖的人能看出来的 前脸造型可以区分一下 它是M级啊 嗯 看这个腿应该是M1 生气 你说车就说车 干嘛还要骂我呀 这是明赛德斯 这是M11 这是 这是 谢谢我板的为你点亮啊 对我身后这台其实是一个M3 M3的车款从前脸几乎很难和M4区分啊 可能只能从车顶高度上有几厘米的一个细微的差别 M3因为它是一个四门五座的小赵跑嘛 整个的其实车身流线感会稍微的弱一点 它车顶头顶的一个空间就会稍微的大一点啊 我觉得M3其实是实用性更好的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对Mpower这个直面 对Mpower这个梦想总是凝聚在M3这款车上 对不对 如果有喜欢的话 记得点击频道下角的小红车直接来私信我 我身后这台 那可是真的非常精彩啊 它不只是M3还是一个M3C 是我们的competition雷霆的一个版本啊 M3雷霆版四门轿跑 上乎一年的时间 仅仅才一年 只开了9300公里数 只开了9300 你们想想 你又是一个Mpower的车主 有没有人喜欢Mpower的 大家可以先在公屏上打一波一啊 我要带你们来构造一个梦幻的场景了 如果有喜欢Mpower的 在RSE AMG和Mpower里面 最喜欢Mpower的 你公屏上扣个小小的一 如果喜欢其他两家的 你先必卖 但是不要 不要支撑好不好 我们先把Mpower喜欢的打在公屏上 OK吗 可爱一次狼喜欢啊 24年的M4 但是还没有限车吧 还有没有喜欢Mpower的 有没有啊 这台多少落地 这台现在全包落地 78万8 78万8全包落地的 你买到的是M3 这样一个经典Mpower的车型啊 M3C这样的competition雷霆版本 如果喜欢这台的话 这点击屏幕下角来私信联系我 OK吗 我发现啊 喜欢M3的人居多 为什么呢 它的M4其实车型差距不大 价格也是同样的水平 为什么会更多人青睐M3呢 competition 是的吧 雷霆的版本 你要跟写字楼没问题吗 你和改天来吗 M3便宜 我觉得是M3更接地气 它更有普通人的一些生活的质感 四个门啊 你要上后排 整个工作也会更加的优雅 从容一点 日常如果你想 拉拉父母 拉拉小孩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激烈驾驶 它也是一个非常棒的 满足日常所需的代步工具嘛 对不对 如果喜欢我身后这台的 可以点击屏幕下角 小红手直接私信我啊 这台M3全包 给我一个三连好不好 M3全包